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有一個彗星 繞著太陽轉 然後每個T時間出現一次 我覺得周期是T 其以太陽最接近的距離是R 那麼問說 它跟太陽最遠的距離 R沒心嗎 是等於多少 他這怎麼做 那我們就用行星第三定律 其實第三定律是說R 三次方除以T平方 頂多少呢 4π平方的G 好那這樣的話我就知道說 這個是R三次方 R的話把它乘過去 4π平方的G R乘以T平方 給它開三次方 這三次 4π平方的G 這等於什麼 2分之1 R 就是近日句嘛 再加上多少呢 R沒心嗎 這樣的話呢 這個原日句就算出來了 這個就等於多少 等於這個是R沒心嗎 2乘過去 2倍的 4π平方 G大F T平方 給它開三次方 然後再減掉小R 所以這題 答案應該選多少 應該選A 這題答案應該選A 4分之1 1分之1 2分之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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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分之1 4分之1 2分之1